不是 我说一下 好的 罪虽然不是实体 但是罪是一个行为 对吗 对 违背律法就是罪嘛 对神话语 显明的旨意的抗拒 违背 就是称这种违背的行为 吃的日子必定死 吃这种行为 冒犯了不可吃的命令 所以吃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罪 描述这种背叛的行为为罪 称之为罪 所以犯罪一定会带出实体 或者说犯罪的行为 对吧 不对 什么叫犯罪带出实体呢 犯罪是实在在的行为 但是罪不是实体 罪是对人错误的行为的一种描述 这种错误称之为罪 违背律法称之为罪嘛 因此罪不是实体 但是它是对具体的人背叛的行为 和状态的一种描述 黑暗 为什么黑暗 人背叛神之后 落在那种光景当中 那种光景成为黑暗 这个黑暗和我们自然界里面的光明 黑暗不是一个概念 属灵的黑暗 是描述它的状态 所以它不是实体 你黑暗到底是什么 黑暗的程度什么 它是描述那种状态 人的光景 它不是实体 你说光 我刚才也讲了嘛 物理界的光 它是离子也好 波也好 它是实体 可测量的 但是黑暗 属灵的黑暗 它不是实体 它是描述人的状态和光景 不是实体 不是实在 所以保罗说 不是我犯的 乃是在我里面 罪犯的 这是你人的说法 不意味着罪是一个人格 罪在我里面做了坏事 罪是我做坏事 称之为罪 不是在我人格之外 又存在一个实体 要注意 耶稣保血洗净我们的罪 不是指他的血 这种物质的血 洗净了我们实际的 某种物质 罪是抽象的 是人犯罪的行为 是吧 人对神的违背 我们称入罪 所以当保血 洗净我们的罪 这个洗净是指 为我们的错误买单了 他完全的顺从 代替了我们不顺从 他宝贵的生命 偿付了犯罪 必死亡的 所有的罪的咒诅和刑罚 他自己用自己的生命 替我们死了 血形容他的死 流血以后就死了 为我们的罪带来的死亡的刑罚 附上了这个罪的刑罚 犯罪之后带来的那个坑欠的债 他支付了 所以我们的罪既然得到解决了 就消除了罪的记录 所以称为洗净 用这种旧约献祭里面 礼仪律的那些语言去描述 我们的罪得到了清场解决 所以用血和洗净 血象征死 洗净象征着这个问题解决了 罪已经解决了 为什么 耶稣已经为我们完全顺从了 然后支付了犯罪带来的结果死亡 因此罪案就消除了 既然罪得到了刑罚 罪得到了解决 那罪案就得到解决了 不再被定罪了 所以称我赦免我们 然后甚至称我们为义 这样的 所以洗净我们的罪 不是罪是实际的实体 罪没有实体 你去找吧 如果是实体的话 一定可以用适当的手段和工具 去检测出来 找到吧 对不对 但罪不是实体 是人格对上帝命令的违背 这种背叛的行为 这种抗拒的行为 这种违背律法的行为 称之为罪 是抽象的 不是具体的这个实体信套 可以了吗 老师 我的理解就是说 如果说罪就是 是我们的一个定义吧 我们的一个标签的话 如果神的属性 它就是代表光明这一面 那就是我的理解 那就是如果神也是掌管一切 那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黑暗邪恶的这些部分 其实是要辩证的看的话 它就是其实是不存在的 是吧 就是这个世界神在掌管的 就是我们从 因为我们人的狭隘 我们看的觉得黑暗邪恶的部分 其实在神掌管 在神的角度来说 它应该也是 就是是是光明的 那一个方面 不是这样 上帝的属性 是描述上帝的特征 他有他先 有他的位格性的存在 他是神 他是存在 他有实体 他是灵 虽然他不是物质性的那种存在 他是人格的这样的存在 他的特征是有这些 属性描述的 什么光明啊等等 但是与他的属 律法也好 命令也好 是出于神的本性 律法都是圣洁的属灵的 所有与神的良善公义的命令 或属性相反的那些特征 被称为黑暗 黑暗虽然没有实体的物质实质 但是他有实在的人格的背叛 和那个人格背叛后的那个状态 我们称之黑暗 在上帝看来 按照上帝的律法 他们就是错的 就是违背的 所以上帝对他们的错误 要实行审判 所以这种黑暗不能脱离 人格存在 无论是天使还是人 他的背叛那种状态 你形容他背叛神的那种光景 在神众主的光景当中为黑暗 他们的行为状态是黑暗 虽然这黑暗本身不是实体 但是他对阴的人格体的状态是实在的 上帝看见罪人的时候 为他们忧伤 要定他们最审判 是因为他们具体的 实际的人格的背叛 不是屋中生有 上帝也不是眼盲 看不见那些 他们背叛的事实 没有根据事实就审判的话 这不上帝就是有点蛮不僵理 和不公义不公平了 上帝乃是根据他们实际的 背叛的行为 然后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 处于那种 与神的本性 神的命令相悖的 黑暗的状态里面 所以对他们的行为实行审判 所以黑暗光明 黑暗和什么死亡 是对他们的行为 背叛的行为 和人所处在那种背叛的状态 或者助主当中的一些特征的描述 这些词本身黑暗光明 不像物理里面的黑暗光明 是具体的实际的 但是这个词虽然是冲向的 这个不是具体的这个实体啊 真的黑暗 但是这个死所对应的事实 是这些人确实处在那样的状态当中 你区分这个概念了吧 所以在上帝看来 他们就是黑暗的 形容他们处在那个背叛那里 死亡的 咒诅的那个状态 透过圣经里面描述了罪人的光景吗 好好再想一想啊 如果再有空或再问哈 你以后